第三章 奉命全福音于外邦人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 作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 量必你们曾听见上帝赐恩给我 将关切你们的职份托付我 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 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 将如今藉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史图和先知一样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治 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上帝的恩赐 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我本来比众圣图中最少的还小 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 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全给外邦人 又使众人都明白 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 是如何安排的 为要藉着教会 使天上执政的 掌权的 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 这是照上帝从万世以前 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我们因信耶稣 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拒 督信不移的来到上帝面前 所以我求你们 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 这完善你们的荣耀 基督有莫测之外 因此 我在父面前屈失 天上地上的国家 都是从他得名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藉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 有根有基 能以和终星图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是何等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策度的 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 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但愿他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女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阿门